2010年9月14日天气晴 我在这个秋天来到这里 起初只是为了圆一个年轻的梦 一个曾经被遗忘或是人在寻找的梦想 踏上阶梯 沿着曲折向上 站在围栏边向四处凝望 任何一个角落都是故事 我以为能够简单的说出这里有些什么 吹不断地经历 碰撞 困惑 苦恼 体会然后感悟 我们在一次次的挫折忧伤 成功的环境之中 才知道学习的苦涩滋味 以及成果的甜美 中文字幕志愿 爭吵 忌妒 以及全部的分享 喜悦 瘋狂和爱慕情愫 都像是秋天的风和飘落的黄叶一般自然 我不再妄想抓住所有这里有的事物 那都得使人感受到兴奋和恐惧 不是什么单一的训练或是学习 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2021年9月14日 我来到这里带着想象和期待 这里是 花铃鱼艺术研究所